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美台建交这样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又牵涉到美台建交呢 因为最新的一个重磅新闻 美国的卫生部长访问台湾 很多的朋友解读说 这个是美台之间的关系要有重大突破 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会不会是KFK预言的随后的台海重大事件当中的一个小插曲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个我们得承认美台之间确实是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前期美台遵授这个非常的频繁 2020年至少都有好几次了 当然每一次呢中共都是抗议抗议 但是川普呢也不屌中共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当然现在呢美国在遵授以外呢有新的动作 这一次呢中共还是一如既往的要抗议 但是这个从策略上来讲 其实这一步是一个非常好的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在后面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的卫生部长 这是刚下飞机的时候的这个照片 当然他也都戴口罩了 台湾这个防御做的确实是很不错的 然后呢随后蔡英文总统呢 跟美国的卫生部长一起见了面 那么川普派这个卫生部长到这边来 其实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我们不说他是什么样的部长 首先我们只看他是一个部长 这个部长到美到台湾来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啊 在我记得在蔡英文总统第二任期在这个宣誓就职的时候 当时有传言说这个啊美国的国务卿会这个蓬佩奥会到台湾来啊 现场祝贺 但实际上当时我们来看这个确实一个传言啊 估计啊美国当时也没有下定决心要做这一步 当然现在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做这一步了啊 当然这个时间点已经过去了 因为现在美国和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急剧的恶化 当然这个都是中共一系列的动作导致的 现在呢美国以这个卫宣部长派过来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 这个部长可以说就是跟蓬佩奥这个国务卿 可以说是等同的这样的一个啊行政官员水平吧 当然这个也是非常合理的 首先我们得说这个是40多年来首次啊 对于台湾来说这么重量级的一个人物到台湾来啊 是美国的 所以很多人解读啊 这个美台是不是准备建交了啊 这样就是对中共进一步的打击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觉得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但是呃在大选之前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动作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可能性不大 呃按照这个kfk的预言 这个台海重大事件呢 应该是在2022到2023年 那么在这个之间啊 也就是在这个之前 现在才2020年啊 如果说美台真的这种名义上的就是正式宣布要建交的话 中共估计肯定是会有所反应 那么这个反应啊 如果是尊式选项的话 其实对台湾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除非说啊 美国是想记录中共动手 然后呢随后对中共进行反击 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呃很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 恐怕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呃但是呢 如果说是在2022年 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台海出现重大事件 那就很难说了 因为如果说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演变的话 中共和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估计会越来越恶化 当然有很多朋友说哦 那如果说川普这个在11月份大选当中失败了啊 拜登上台会不会美国和中共关系又好转呢 那谁也不知道了 但是按照这个kpk的这个预言 川普肯定是能够连任的啊 所以按照这个时间线来走的话啊 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呢呃短时间内建交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呢两三年会不会出现啊 重大变化 那就很难说了 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事件啊 导致这个台海的这个这个局势呢 更加的紧张和朴数迷离 啊当然这也有可能仅仅是是川普对中共的一个新的策略啊 或者说他是希望摆出这样的姿态 对川普的这个大选是有帮助的啊 就是相当于他要让这个美国人民明确啊 我对这个中共的这个措施呢 就是一环套一环 对吧 呃 那么 川普团结台湾啊 跟台湾保持紧密的联系 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目前来说美国现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对中共的这个态度确实是急转直下啊 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威胁 而且中共的这种毫无底线的这种手段确实已经激露到美国人民了 所以现在也是啊中共天怒人怨啊 全世界都对中共有意见 或者说啊相当于说大家都认识到中共的这种恶行的话 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这也有可能仅仅是川普的一个新的策略 那么实际上呢呃这个策略呢也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他选择卫生部长过来访问啊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啊我们前面说这个台湾在防御方面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说是世界典范了 很很久好像都没有再有新的疫情发生了啊 呃大家都表扬台湾 当然很遗憾呢 这个世界国人组织被中共控制了 所以呢台湾这一次呢也没有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当然美国为了有人说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对台湾的支持啊 呃这个也可以这么从某种角度上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当然美国也主要是对世界卫生组织太不满意了啊 交最多的钱 结果在这个组织被中共控制了啊 而且呢这个这次疫情呢 世界卫生组织跟中共密切配合导致这个疫情在全世界失控啊 所以呢这个很合理啊 美国派国险部长到台湾来 也可以说我就是来台湾学习这个防御经验 对吧交流防御经验 这个也确实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事啊 所以不管是从这个明面上来讲 还是说他的这个身材海域上来讲啊 这个川普这一步棋我觉得走的非常的不错 当然很有可能美国会不会考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卫生系统 比如说啊拉拢台湾了 还有一些新的国家放在一起 对吧 重新把这个中共排除在这个系统之外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局势 那么这个呃从明面上来讲也是很不错的啊 就是慢慢的保持跟台湾的密切关系 这个也是对中共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吧 当然台湾的呃政府和老百姓真的得做好准备 防止中共呃一旦发狂起来做出愚蠢的指动 对吧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